黃東今天告訴你講說我這個房租 五千塊 六千塊 八千塊 我的水電路電一桌 人家說三塊 我告訴你五塊 六塊 你買你就來租 這個我都不要管啊 重點就在於是 當今天有這麼多的違章 你也知道它是一個違章 你也知道這裡面有很多 有很多是藏屋納購的東西 一出事之後 我今天看到的新聞 居然是有人眉頭一皺 居然成為破案的關鍵 我講說我作為一個新北的市民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啊 好 姚老師 我們怎麼來看 包括你看像報上寫到這些 因此上升生命裡面的房客 是有勾以孝頸 住鴿子樓 省錢寄回家 他罹難了 然後呢 是貧苦的保全 逃過肝病 躲不過火劫 這種悲傷是存在於 民眾的這些離開的家屬當中 還有就是住在 現在住在的人 也很擔心 我自己會不會是下一個 對啊 所有會住這樣子房子的 都是最基層的 最基層的勞工啊 外籍 外籍移工啊 或者學生啊 這些 為了省錢 那可是他們等於是把生命堵上去 所以這個加害人 我一點都不覺得 只有這位外籍人是緬甸人 加害人當然包含了房東 他是在十年前就被舉報是違章建築啊 十年來他賺了多少錢 他繼續賺黑心錢 完全不把他的收入投入在基本的安全通道上 或者任何一種房間的消防器材 也都可以啊 基本的 可以讓裡面的人有逃生的可能性 或者連窗子都沒有 這個都是 很可憐的一群基層人士 房東一定要 政府應該要最快的 新北市政府啊 不要吹牛說他多快報案 因為這件事情新北市政府負連帶責任的 他第一時間要去查扣 不管幾個房東 一個房東 前任的房東等等等等的責任 把他們的財產先查扣起來 是 這最重要的 可是他五萬就已經交保了 房東五萬就已經交保了 交保沒有關係 這是民事責任 他們的刑事要坐牢的責任 既然如此 我覺得檢察官很重要的 包括他 市政府應該馬上請法院來查扣 這樣子的人的財產 因為將來這些人命 他們必然負損害別的責任 這根本不必商量他因為過失 置人於死 這是非常清楚明白的道理 所以他的刑度可能不高 是 這個過失置人於死嘛 那大概刑度都在一般的話 大概就五年以下的 非常輕的刑度 可是他們的民事責任 他們對於這些九條人命的賠償 是不能免除的 是 好 現在更重要的了 現在更重要的怎麼樣 未雨綢繆了 因為我們在座每一個人都知道 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 台北市 新北市像巷子 改公寓改建成為套房的 比比皆是 沒有沒有沒有兩千 那他也有也有個一千以上 而且大概很多都被檢舉了 頂樓加蓋也一樣是違建 可是兩個市政府都沒有好好的處理 我必須說 新北市這一次必須政府要負責任 是 我認為最簡單的一個 讓他們無力可圖 這種現象就會減少 現在抓到一個 就算罰好了 檢舉的最多是罰 六萬塊錢罰單 是 你讓他罰到一百萬 他可能當年整年的房租就沒有了 而且還可以連續罰 是 你就繼續用重罰嘛 行政法上的重罰是絕對可行的 立法院都不見得要去為地方自治法規就可以改 因為當然他需要中央的同意了 可是如果這種事情發生了 中央不同意的話 我想輿論力量會非常大 你給他重罰到他無力可圖 就沒有人賺這種黑心錢 是 黑心錢唯一的動機就是錢的利潤太大 四千萬的房子他一個月就有十幾萬 他分期付款完成以後 他自己還留有一棟房租的房錢 對他來講他等於是免費在那裡收錢 這是絕對要遏止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按照肩數平數去罰 凡是越違背良心的像這樣子二十八間 小小的一個小房間只有兩瓶三瓶 這種就給他重罰 那種有些把公益分成四間五間的 那可能可以給他數十萬的罰款 總而言之只有一個概念 用他無力可圖的罰處罰 讓這種事情 因為你沒有辦法拆嘛 很多人兩手一拆太多了 幾千個我們怎麼拆罰呢 有人舉報我們進去不了 有人舉報你就罰單給他 查過他財產 這種現象慢慢就會減少 過去已經不斷地出現 我們不斷地呼喊 一定要用行政法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看樣子市政府還要掉以輕心 好市政府是不是掉以輕心 甚至於是想剛來賓有講的 甚至於是想要收割這破案很快的過程呢 我們現場有這個新北市的議員中議員 我們來看政府是不是沒有人減少就沒事 所以房客自求多福 然後反而是在另外一方面展現出 我眉頭一皺我立刻破案 中華這次的火災量成九十 這個是非常難過的 不過對於這個套房發生這麼大的一個嚴重死亡 我真的還蠻訝異 為什麼呢 因為新北確實 你要說台北基大不易 是很困難 因為房租房價都很高 所以這個底層的人會住這個 比較廉價的 但是在新北市違章確實非常多 每一年實際執行拆掉大概有一萬兩千件以上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完全處理 但是市政府就有訂出一個作業的一個準則 有優先順序的 事實上它是從新的違章 施工中或是新的發現就馬上拆 這是被要求的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出租的套房 如果你就是不管是徵建或是改建 只要用來出租 因為這個住的房客是對外 不是屋主自己用 市內委最優先要處理 這個案子顯然就是一個出租套房 而且是一個有違章 十年沒管 十年沒管 是啊 沒有問題或是沒有失職嗎 我覺得還蠻訝異 因為這個在我們市政府 它因為太多違章 就是沒有辦法一次執行 所以有一個優先順序 所以像這個套房出租 而且是違章套房 都是要優先的 要專案處理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久 然後要發生這個事情 實在讓人家難過 因為違章真的非常多 在新北 好 沒錯 就像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新的訊息 出事才重視 中和的大伙奪掉了九人命之後 這個違建檢舉的數量就暴增了 易富哥 我們怎麼來看 這過程當中 我們認為縱火犯當然有問題 檢警要趕快破案 沒有問題 那麼包括這個惡意的房東 我們要追究他的責任 但是公權力在哪裡 晚了十年 結果出事了 我覺得一件事就是說 現在的違建 繼承違建的處置方式 好像都是由地方政府各自負責 那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各縣市對繼承違建的處置方式 其實是不一致的 所以我覺得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說違建的問題 一直不斷的發生危險的時候 那王委員也在 我覺得適度應該去統一 由中央修改法規了 不應該再交由去地方 適事法規的去認定 所以適事法規的認定 你就每一個縣市 它都出現一個不同的認定 有的是先罰後拆 有的是緩拆 有的是緩拆 所以到最後搞成一個繼承違建 大家用一個名詞 叫做合法違建或萬年違建 就是緩拆或免 然後就地合法 對 它發生了這樣的事 那今天發生的是 違建裡面的一個隔間 導致於安全疏失 那現在回過來講一句話 就是說即使違建修繕 它也是要提報的 都是要 程序是要報的 或者是室內裝潢 其實都要報 都要報 好像都沒有人報 它這麼久了 為什麼有沒有報過 有沒有去查過 我覺得這個政府的責任所在 都必須去注重 現在其實這還好 是發生在 也不是說死條人命不是還好 我是說它發生在違建上面 就剛才王委員講過 各大學旁邊那個高樓大廈 去隔間 它不是違建 但是它隔間租給學生 也是小小一間的時候 那一個的問題要怎麼處理 因為它不是違建 侯友宜在陽明山給 文化大學就這樣隔間 它有一棟大樓 它那個是 從他那個老婆那邊 繼承過來還是怎麼樣 它有一棟大樓 是在文化大學沒有做 那現在問題是 文化 如果說大家在大學旁邊 它不是違建的時候 如果裡面也是像這樣隔間怎麼辦 那也算違建 那其實也是算違建 就它那個隔間 隔間也是算違建 隔間也是違建的 所以它不去談這個違建 隔間的問題 違法套訪的問題 它去談它很快的 找到了破案兩關鍵 那個是另外一個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事情其實交給警方 我不認為說 警方會笨到說 這個案件不會往縱火那邊去查 我也不相信 因為起火點什麼等等 監視錄影帶 那個監視器都在 我們的警方會笨到 不去看監視器 那這樣的消息出來 讓大家認為說 這個副市長有帶頭發揮 他前刑事局長的功用的時候 是為了接下來選舉造勢嗎 今天說一句白一點的話 你這個市長副市長 自己要好好想一想 發生這種事該負的責任 抓不抓逃犯 你眉頭一皺 與我何干 自然會有其他人會去抓 我覺得侯友宜 既然也想要選市長 沒有 現在又是個副市長 麻煩你注意一下 把市政管好 不是叫你管警政 如果你只要管警政 那麻煩你就不要選市長 好 我們要一個最新的訊息 提供給大家 那麼就是在新竹市的 東門街的合作金庫 剛剛發生了一起搶劫 銀行搶案 那麼一名嫌犯是持槍 進入了銀行搶劫 甚至於還傳出了五聲槍響 造成了一名銀行的 航員胸部中彈 當場沒有了呼吸心跳 那麼僅僅趕快送醫來急救當中 而現在這個開槍的警匪的銀行嫌犯 是趁隙就逃跑了 目前警方正在全力的追擊當中 稍後我們會有完整的報告 提供給大家 好 那麼剛剛 插播了這個消息之後 剛剛 瑞德哥 是 這個 義福哥他提了一個很重的重點 就是說 縣市的首長 市長們 要知道自己的責任在哪裡 你要做好市政 而不是為了選舉 對 沒有說 事實上剛剛剛好發生了 這個新竹合作金庫的搶案 那難道剛好在這個 難道侯友宜也要去破案嗎 那侯友宜要去協助了 新竹的副市長要去協助嗎 有警政背景你就可以協助 所以呢 而且更難聽 講難聽一點 今天你知道嗎 今天當你在指責今天的檢舉電話 聽說多了兩倍半 檢舉新北市的違建頂樓加蓋出租的嘛 那我請問一下新北市政府 人家說亡羊補牢吧 請問新北市政府現在在大學城附近 或是在很多工廠附近的相關的 這樣的頂樓加蓋 那麼裡面沒有用黃火建材的隔間 都是用一般木板隔間 你查出來有多少沒有 你這幾天有沒有在查 查了多少出來 在發生這個事情算誰的 對不對 你不能說 因為新北市住了那麼多人 那我怎麼有辦法 奇怪呢 我怎麼 我每一年辦政事沒辦法辦 每一年我看到已經那個新北 那個耶誕城已經開始點燈了 你辦這個給大家爽快的 對你這個選判有幫助的很快啊 可問題是這個 那個是給大家錦上添花用的 這個是雪松送他的 因為誰都經不起再燒一次 你今天如果不好 要解決這個問題啊 我跟你講下次再燒一次 而且告訴你 除了這個所謂的火景 跟那個隔間之外 老舊的電線更容易走火 還有安全的問題 陳靜新當年 專門找頂樓加蓋的那個房子 下手去得性侵啦 所以呢新北市政府難吃其就 要趕快亡羊補牢